说有这么一魔术师去演出 他最拿手的节目就是把一个女人放在空箱子里 过一阵子把盖子打开 时候女人会变成两只兔子 魔术师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回到后台 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等他 先生 如果把我的老婆放到那个箱子里 他会变成两只兔子吗 那当然了 你难道希望您的夫人永远消失吗 那个男的怎么说呢 我已经答应了儿子 在他生日那天一定会送给他两只小兔子 说有一个小偷 他的案例记载 他有无数次的偷窃记录 而今天他又来到了法庭 这次是作为一起交通案件的证人来的 因为他迟到了十分钟 便急忙向法官解释 报告法官 我在外面走廊里迷路了 始终找不到正门 把回吧 你又不老实了 这地方你第一次来吗 是啊 这小偷不是已经来过无数次了吗 不不不 我这从正门进来的确是我生平头一次 在二战期间 希特勒来到一家精神病院视察 他问一名久治疆瘀的病人 知道不知道自己是谁 病人摇了摇头 这希特勒就向这个病人大声吼道 我是Adolf希特勒 也要记住 我是你们的领袖 我要征服全世界 我的力量比上帝都大 这病人还不得 吓死啊 当时病人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用一种充满怜悯的目光望着希特勒 哎 可怜的人呢 我刚来到这家医院的时候 也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有一天一位太太正在家里打电话 突然有人推门就进来了 啊 太没礼貌了吧 哎 进来的邻居对打电话的太太说 您好 我是您隔壁的邻居 哦 呃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想您也许不知道 呃 这栋楼的隔音效果不是很好 呃 您的丈夫在卫生间里面嚷嚷了快二十分钟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啊 这是一卷卫生纸 请您赶快给他行吗 要不我替您进去直接给他也行 呃 看在上帝的份上 快让他安静下来吧 就算我都管些事好吗 呃 约翰对他的一个朋友说 宝贝那家伙 昨天突然对我说 可以把钱借给我 呦 这年一会儿还有主动借钱给别人呢 真是少见啊 那你想他借了吗 那个朋友问约翰 约翰又怎么说的 我才没有呢 我为什么要找他借呢 因为我不想失去那样的好朋友啊 你 有一个女的给他的男朋友打电话 喂 请问赵三在吗 呦 那边接电话的也是一女的 求你谁啊 我是他女朋友 一会儿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吧 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可是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他又把电话打了过去 这回是一男的接的 请问 赵三在吗 那边说什么 呃 我就是啊 啊 你不是我男朋友赵三 坏了 哎呦 这个男的委屈的说 哎呦 我已经向我妻子解释了一个多钟头了 在公路上 一个司机酒后开车撞了一个行人 不会这么巧吧 嗯 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没什么 您继续 警察在勘察了现场之后对司机说 酒后开车还撞人 要重罚 那司机怎么说呢 这司机说 罚就罚 你说罚三杯还是罚五杯啊 你还喝呀 小查理的爸爸是卖酒的 毕业之前他送给老师了一个大盒子 嗯 肯定是一瓶好酒啊 是啊 老师也这么猜 因为老师看到盒子里面有液体漏了出来 那一定是酒味 所以老师就用手沾了一滴 放到嘴巴里面尝了尝 老师品了一会儿说 是香槟 小查理说 不是 是白兰蒂吗 哦 小查理怎么说 不是 老师说 我不尝了 还是你直接告诉我 你带给我了什么 老师 我给您带来了一只牙狗 啊 有一个斗牛士在比赛之前和朋友喝酒 结果他就喝高了 摇摇晃晃的不能控制 然后他就来到了斗牛场 一头公牛正卧在场上 这个斗牛士马上就冲上前去 卧住公牛的双脚与之激烈搏斗 最后公牛竟然落魂而逃了 有这么斗牛的吗 然后斗牛士回来对别人说 刚才我的确是喝的多了一点 要不然我非把自行车那小子拽了不过 你这自行车 有一个农场主就知道喝酒 而且脾气特别大慢 有一天他的侄子来看他 他又在喝酒 于是就大声对他说 我沈娘掉进沼泽里了 都快摸到脖子了 这辈叔叔怎么说 不要着急 才摸到脖子 等我喝完这杯酒又再说 那侄子又怎么说 不是叔叔 我的沈娘是头朝下掉进去的 就嚎一些脚脖子 有两只老鼠在路上相遇了 这两只老鼠相遇之后 这老鼠假说 我听说你最近交了一男朋友 一定很帅吧 快拿相片给我看看 老鼠的男朋友 于是那只老鼠拿出了一张蝙蝠的照片 蝙蝠 对啊 另外一只老鼠一说 那么少啊 那可不蝙蝠多难看啊 老鼠假自豪的说 丑着少了点 可人家是飞行员呢 教堂里来了一个人 找神父忏悔 神父 这老婆孩子好久没吃肉了 所以我偷了一只鸡 那样做的确不对 你能收下那只鸡吗 不不不 我不能收 应该还给施主 可是我刚刚问过施主 他说他不能收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那他便是上天赐予你的 那万一他反悔怎么办呢 反悔则是他的错 太好了大人 您可千万不要反悔哦 有一所女子中学 某班的物理老师请兵驾 到了上物理课的时候 居然来了一位非常英俊的男老师 男老师 有一位女生就对男老师说 老师 我们可不可以不上课 先来玩游戏行吗 刺激一点的 这老师怎么说 老师沉默片刻说 玩游戏 I like 刺激的 更 like 好 各位同学 请把课本收起来 现在考试 考试 说这小约翰听见有人敲门 看见门口站着一年轻人 找谁啊 所以他就问呢 请问哥哥 你要找谁啊 是啊 一个陌生人来这里干什么呢 来人说 你姐姐在家吗 哦 是找小约翰的姐姐 那小约翰还不赶紧去找 是啊 这小约翰赶紧就喊姐姐了 姐姐 你日记的第一页 第五页 第十二页 提到的那个人来找你了 杰克要带太太去看一场 超级足球比赛 太太翻箱倒柜 找出几件 过时又难看的衣服 穿在身上 这是为什么呢 对啊 这杰克也像你这么问呢 那这个老婆是怎么回答的呢 看到激动人心的时候 就把衣服往下扔 扔到只剩下内衣了 等球赛赛完了以后 你会陪我逛商场 一个刚做完手术的病人 醒来之后问护士 护士啊 我这是怎么了 那护士怎么说呢 您遇到车祸 刚做完手术 是啊 这医护人员得如实的告诉他呀 那我现在是在医院里了 那护士怎么说呢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 有一列火车停靠在了一个小站上 有一位老人透过窗口 看见一位妇人在站台上卖蛋糕 妇女站的地方离她的窗口挺软的 突然她看见有一个男孩 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玩 就大声叫道 孩子过来 掏住了十块钱 交给了男孩说 你去买两块蛋糕 给我一块 你自己留一块吧 几分钟之后男孩回来了 一边走一边吃着蛋糕 对老人说 爷爷 刚才只剩下一块蛋糕了 得 一位富翁叫明克 他在做腹部手术之前 特意请人制作了一套纯金手柄的外科手术器械 那这是为什么呀 明克对医护人员说 诸位 这些纯金的手术器械等手术做完之后 就给你们留个纪念吧 明克心想 这回绝对不会把什么东西忘到自己肚子里了吧 后来吧 这个明克的手术是正常进行了 当手术刚做到一半的时候 主导医生托米大声喊道 手术还没有完 谁也不准把器械装起来 玛瑞教了四个多月的数学 在这一学期结束时 一百五十名学生给了他一份相当不错的礼物 在欢送会上 保罗一个平时经常受到老师严厉批评的男生 忽然走到老师跟前 在他的面颊上羞怯的亲吻了一下 玛瑞的心怦然一跳 他为这个男生的进步而高兴 这个时候 保罗转身走下台来 回到一帮男生当中 焦急的问 快拿来快拿来 我赢了那五美元了 女英语老师说 爱是什么东西 是眼睛啊 对啊 地球人都知道 可这小约翰就不知道 这笨呢 于是老师就引导他说 约翰 你看看老师鼻子的两侧是什么呢 是什么呀 确斑老师 有一个勤务兵喜欢饶舌 他的长官已经到了任无可忍的地步了 就对他约法三章 今后我与客人谈话 你再来纠缠 就枪毙你 有一天 有一个客人来访 与主人谈论起 世界上的叶子是哪一种最大 主人说是桑叶 客人说是梧桐叶 彼此争论不休 这个时候 这个秦务兵按耐了很久了 终于拍胸脯大声叫道 枪毙就枪毙了 世界上是芭蕉的叶子最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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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